那时候心里就一个想法 我就是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山里边那种 没有目标的日子 有时候都说像家庭环境教育的话 我的家庭环境几乎对我没有任何的帮助 同小的大就是 有时候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说不上来 对 讲起来也不知道说什么 家里就是农民 同小我经常一睁眼家里就没人 晚上回来家里也没人 所以说很晚他们才回来 你能改变就改变 不能改变 我们也只能太生气没办法 我觉得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个环境 你说也肯定也激发了我 为什么 就那时候因为 是我出事的时候 被抬了上去捂车 那时候都 我觉得就是一个半昏迷的状态也不知道 就问 然后就听到周围 所有人就说 这孩子飞了 这孩子飞了 然后来什么都没记得 就记得当时这些话 我这句话还是很大的一个 要证明是不存在的 是啊 嗯 就从进体育队开始吧 我觉得 改变 今天这太挺硬 都是硬硬 看你饿了是吧 真是太饿了 然后一睁眼 打了个视频回忆 看看他现在跟咖啡品牌在聊 今年的咖啡路的人 嗯 体育 包括以前体育的时候 为什么说从体育开始 一个是找到了特场 嗯 或者也找到了一个方向 如果不是因为体育 你根本都出不去 嗯 我就想 我说我一定得在这留下来 这国家就是去了不少地方吧 嗯 对纽约什么印象 哇 真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城市 咱俩一样 我第一次说我也去美国 对 嗯 像罗德岛又是美国的那种 富人区 嗯 见得非常的豪华 很漂亮 那个上百年的游艇码头和俱乐部 嗯 哇 突然真的就是感觉真的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后来 包括还在那个百年的游艇俱乐部里边看到那个杂志的封面 嗯 杂志的封面就是我们现在的那条 一模块六零的超级海船 哇 那时候从那里边看到 我这样渊源 我说我天 那时候 但是那时候的概念就说 太帅了 他不会跟你发生关系 对 但是那时候就像看到一台宇宙飞船一样 是 他跟你愿不会有关系 冥冥之中 冥冥之中 嗯 哇 所以你要买这套就是看到那套 对 就是那条套 哇那太神奇了 嗯 对啊 你说明明没有意思就是 什么都不懂 那时候认真 一个土小孩 对啊 土小孩 我从一开始我就不是我们对里边和教练的青睐的对象 嗯 就是到现在我也有这种毛病 其实有点社交恐惧症 甚至对人的交流 有时候是一种压力 嗯 我宁愿选择又没有人让我自己带来吃顿饭 不说话 就是直到我08年 我直到上了场比赛之前 嗯 我都能我都能感受到我们教练都没有放弃想要换掉我的念头 嗯 所以你们一直在这个悬崖边上 对一直在那个边上 嗯 同来就没踏实过 嗯 我这上半辈子就同来没踏实过 所以就不能放过每个机会 对 是吧 晚上在房间里边 我们的队友都是在看电视机 嗯 在休息了 我就得自己练打圣洁 嗯 因为我教练说 他没有办法教我一个时候打圣洁 我就得自己练 因为一个时候 弄个暖水壶 拿个绳子在那练 每天早上起来 那第一个事就是在卫生间里面面对着敬论 告诉自己 今天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平行全力 嗯 见了人一定要说话 见了教练一定要问你好 跟队友们一定尝试去学会去沟通 学会交流 如果你这一次失败了 嗯 你就不用回去了 你跳到那个海里边 死掉就先了 就这样 嗯 那所以好不容易成交比赛 那国家队员还解散了 对 所以肯定 不是这个 这个地方应该还不实 你先走走看 哦 可以像吗 里边那个旧厂房 妈呀 你是闹头了 这是闹头了呀 他把你的记忆拆除了 是不是老胡家是不是 啊 是不是胡大爷一些 不是不是不是 现在换鱼 我们村全是姓胡的 你贵姓 我姓徐 姓徐 你现在是三船那个运动员吗 对对对 在环游世界 现在是环游世界了 对 厉害哈 你跟他儿子联系一下 我们不知道他老人电话 他儿子电话我有 你跟他打个电话 看你找到 真是美多好玩 多有意思啊 哎你好你好 我是平渡的 我印象当中就是 我渡了 当然不知道 是不是你父亲了 就是然后 他当时你们家 当时你们家是不是在路边 就这边有一栋房子 做旅馆 然后你爸爸在里边 就在村里边 有一个小房子 啊 是他来了 应该是 还真找到了 喂 喂你好是胡大爷吗 胡大爷 胡大爷 我给您问个事 您记不记得 一零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年轻人 当时租你房子 我在那个兜制船厂修船 然后后来我还带你和 你老伴儿 带奥帆基地出过海 你有没有这个印象 哇 小徐 小徐啊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 哇 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大死 我 这两天我最喜欢点你 我也不知道你的电话好吗 哈哈 人家抓着你啊 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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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妳可以吧 可神奇了 找到当年租房子大爷了 拿出来 我和她了 走 找到了 哇 这太神奇了 说吧 胡大爷出来了 还是跟以前一样 他精神状也很好 对 对啊 以前就乐喝的 天天就是 胡大爷 还没变样 还跟以前那么一样 天后 瘦点了比以前 瘦瘦 我们是今天 过来拍个节目 我们就找到以前 我旧船那个旧船场 刚开始没找到 我也没打算能找得到 结果来来这一瞬 我就想不起来 当时咱们住哪个房子 变了现在 对 哎呦 大妈 怎么样 还是没变 你看这个小月 真是很干净 我说当时就干干净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 这 从哪过来的 我跟徐老师 从三亚过来 从三亚过来 开着你的翻船 飞机飞过来的 开着翻船 我们去那边看翻船 然后飞回来 拍拍青岛这边 咱们有客气 我穿这个箱笔 哎呀这都好多年了 真是都对 我又记得上面的年约 又是从部长吵下来的 对 对 你刚才还记得 我还记得时间 12年 5月 26号 嗯 对啊 然后倒入这个 布纸放在这里 好 哇 你看人家 感动了吧 哈哈 对你看 就那个 就那个房间 对对 那中也在那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这我收到以后 我摘下来 我放了点 这就是 这是中国人 收口的时候 杨立维 头子 你把这大事都记下来 你看杨立维是并练的 哎呦你看 这就是 我全把你摘下来了 哇 从这个方向走着 从这个方向走着 那边反光 这边这边走着 就这边 这个方向 嗯 当时这个布纸 这我就留着 第一次上天 杨立维上天的时候 啊 我摘下来放了 这就你的 这就没有了 哈哈 哈哈 也得求和了 这不是带留个电话 我得 哦 我得我给你那个 哦 这不是必须的电话 对 哦 来了以后我就 失败的开心 比过年还开心 哈哈哈 对不对 是 哦 走着朋友 我就好说 我和朋友又见面了 哦 完全的朋友翻船 能来这找到你 都很开心呢 嗯 我都没想到能找得到 就是吧 完全都没想到 也得求和了 你看我们还行 不放弃啊 哈哈 寻寻逾咪 决逾咪 还真给找出来了 用原来关于我 是 对 以前这里的人很喜欢 那时候傍晚的时候 这个打发通过非常美 嗯 在温柔的海边上 你先想想法国 想想你比赛过那些港口 会什么感觉 会冒出来吗 他们的样子 会 想想那些就觉得 比如说通过航海 你再回到路上 其实来寻找一种踏实感 嗯 嗯 踩在这个地面上 嗯 周围这个水是平静的 嗯 没有沙伤里感觉 很温柔的海风 这就是温柔香 不行 温柔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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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把我们的意志消耗掉的 嗯 所以我必须就赶紧回法国去了 嗯 我怕再玩 你就没有勇气和力气再回去了 都担心这个了 嗯 咱们在这儿这么温柔 咱们听守邓丽君吧 嗯 你最喜欢的哪个呀 好 北国之春呀挺好的 嗯 这么温柔的人 喜欢想北国之春 哎呀你 南海姑娘吧 南海姑娘也可以 对 好 大多多温柔啊 多开心呢听着 嗯 痛苦的比赛痛苦的时候 是不也也会听邓丽君啊 会听啊 会听啊 一直面对那些孤独恐惧 会让人发疯的 也会想也会想起这一路怎么走来的吗 嗯 你会你会经常想起自己过去吗 还是很少想 也没有想很多 我不是那种很善于很好的东西 嗯 我可能很多时候还是在发呆 嗯 不是我们聊起来 不是你问我 可能我自己也不会想太多过去的事情 可能很多还在想未来 我的下午的比赛 我的旺代 嗯 也说自己感觉像是一个橡皮筋一样 嗯 扭得太紧了 也怕把自己扭断 我父亲母亲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离开北京 到干校去啊 走了十二年 就是你突然变成自己做的 你比如我和苏小明 嗯 就是有一个经历 就是说他的母亲是离开了五年大概 嗯 那么很多时候 就听小明在下面叫我天下路 因为我的小明叫天下路 嗯 我知道 在吗 可以上来吗 上来吧 然后他说天下路我很饿 我说我也饿 嗯 没东西吃 嗯 这一看这个蜂窝煤也没了 什么挂面最后一口也没有了 这个 那怎么办 嗯 那么我很难忘的就是有一次和小明到我哥哥的工厂 嗯 去寒冷的冬天 嗯 西北风呼呼的 骑着自行车 嗯 两个小时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找我哥嘛 嗯 那么去了以后 就是我哥刚下夜班已经十二点了 然后他的宿舍的人就说听说你们是喜欢唱歌的 你们必须得给我们唱两个歌否则没东西吃 哈哈哈 那于是我小明就饿的然后就在那唱歌 嗯 嗯 唱完歌他吃两个馒头我吃两个馒头 嗯 一盘炒羊白菜 嗯 然后就回家 嗯 然后我们挣扎了齐回家 还没到我们院门口他就说天下路我又饿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你想这种经历 嗯 就是 嗯 那是哪一年你记得吗 七一年 七二年 嗯 那个时候在生活的状态中 嗯 我觉得非常关键的就是说 你有什么东西你还可以 能够支撑你 坦率的说 要感谢这些歌 因为那时候 嗯 其实在一起唱歌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 我们当时唱起歌拉起手风筋 弹起吉他来唱很多歌的时候 苦难就消失了 嗯 嗯 这种希望 今天可能有点难形容 嗯 因为今天实在物质生活太丰富了 物质生活在丰富的太丰富的时候 我觉得是摧毁 嗯 这个情感的 嗯 好 到了 这就是二局 这就是 我从北京工作厂背的一行李包 就奔这儿了 哇 这可是我另外的六年 嗯 要不从这边下面 这就是看电厅 能看一眼 能看一眼 哇 中央乐团 嗯 当时是皇家乐团 嗯 又不行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咱们坐下聊会儿 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来 73年 嗯 全国招升呢招17个升月的13个契约 嗯 北京好几百人考 嗯 嗯 那么我出试 没畅成 原因是扁桥县 嗯 全烂了 于是我就想参加复试 参加最后决赛 不行 因为没参加出试 结果我就泡在主考老师的家里 不出去了 就敲门进去 嗯 然后人家吃饭我也做呢 人家打猫衣我也做呢 就耍赖的 然后就说你让我考吧 嗯 就那老师还真是让我考了吗 最后 嗯 就从这门进来 嗯 你想我们进到中央乐团 然后关键问题是 这里面做了很多人 嗯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正中间就是李德伦 哇 哇给我吓的 然后第一首唱的是马国光的 叫 献给北京的歌 桃圆上马尔千万匹 听过吗 马尔千万匹 醉君的有一匹 唱完了 然后李德伦是这样的你想 跟山似的 然后手里攥着我那报名表 没抬过头 就看着我那表 最后我唱完抬头 看了我一眼 那大眼睛就是那样的 然后 还有什么唱的 我又唱了一个叫 我擦好了三八枪 你没听过这唱吗 你唱两句 太年轻了你 我擦好了三八枪 我子弹上了堂 我背上了子弹 带呀 哪哪哪哪 交火的一支美国枪 两首歌 嗯 然后呢 当时是六月份考 一直没消息 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都没消息 嗯 那每天是焦虑 每天是痛苦 每天是绝望 就觉得不可能了 十一月 十一月 露气中之处 啊我真是泪流满面啊 真是 一样 一切开始的地方 真是 这个你看这个柱子 什么都没变过 嗯 这个就全都是办公室了 嗯 我一经过这一层 赶快经过上去 就停留 哎 这个地就是老地了 哇 两个世界 不是吧 就拆了嘛 明天又拆了是吧 对 好可惜啊 我们要带来一个中华的地方 嗯 哇 这个绝对是 历史和这个 太不可思议了 没有 这就是我的房子 木头窗里面都没换了 510 大厂里面是什么样的 我的床在这儿 单人床 不可思议 这是傅迪生 我就记得傅迪生这个 不洗澡 这个冬天那时候 不是就楼下 锅炉房 一个礼拜开两回三回嘛 嗯 我们有时候在水房洗澡 他还不洗 哎 傅迪生你别怪我哈 这是真事 哈哈哈 OK 这是梁克平 有一天我就进来 梁克平就蹲在地上 夏天 穿一裤衩 蹲在他的音响前面 什么东西这么好听 嗯 邓丽君的 哦 在这儿听到邓丽君的 他就蹲在地上 四个小时以后回来 还蹲那儿呢 哈哈哈 就简直忘不了 被迷迷之音迷住了 迷迷之音 嗯 嗯 这个屋子 这革命圣地似的嘛 崇方元 崇方元住这儿啊 对对 一代偶像啊 崇方元就老记着说 田小佳我一拉二胡 你就说我哭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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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烦人哪二胡 你说 哈哈哈 哎呀 你要知道 满楼都是练歌练声 嗯 摇音 弹钢琴 嗯 尤其是下午的阳光 嗯 就从这边照进来 所以你想我从北京锅炉场 到这么一个环境 嗯 简直是 嗯 嗯 嗯 在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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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发现 没人练东西了 我就觉得没劲 这声音什么时候开始美的 我觉得随着一种开放 就是说你可以做买了 你可以想不想赚钱了 这个心就散了 就是说人家跟你谈的话 已经不是说来跟你聊唱歌了 是跟你聊 要不然买一车皮梅 然后就想出国了 扯一眼啊 以前这公路都没有这个路 你们到这儿闻一下 还能闻到这个香味 这个 走过去看看 现在都叫滴灌 那个就那个黑管子 那是滴灌子是吧 对 然后那边那边有个闸 一放水在那边滴就行了 哦 以前我们这个东西都没有 这个路都没有 我们那个水 过去你们怎么怎么浇 怎么浇田呢 就从那个大河里面 刚才我跟你说 那个河坝里面 引水上来 从上面引 这个 哪个管子 还过来 没有管子 是什么 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渠沟里面 走我们下来 这种的田真不容易啊 为什么叫靠田吃饭呢 你得跑上面接手 还和人打架呢 对 那你跟他们打起来行吗 你看看 同学吗 不是 哈喽 你好 你好 到车 到车去 到车 到车了 对上等你呢 我一会上去 好 行了 你先忙着 行 好的 我先上去 记忆最深刻的 对 为啥 这记忆最深刻 是它的 出生地方 出生在这儿是吧 嗯 那个房子 后面 后期盖 他们挖的时候 连那个地基都挖掉了 啊 地基都挖掉了 石头都挖掉了 看到这个吗 看到飞的那个面 别动那个 嗯 那个老黑 那个要盯一下 你可厉害了 我们需要出去玩这个 哦 没事 你不惹他 他不对 嗯 是不是完全没想到 他能有天走这么远 嗯 没想到 他现在不光是 我们新疆的 红人了 乃至全国全世界 好多人都知道 嗯 像内地我们也有好多人 都在内地呢 嗯 一说了一两 就说一大腿 你觉得他要当时 要没上体校 他留在村里 他生活会什么样啊 嗯 就和我们一样 老百姓 种地 嗯 就这样的 他还是能吃苦 嗯 嗯 他有时候我们 他拍那些视频 我看 哎呀 一般的人是 接受不了 他躺的我一看嘛 教练就 吵肚子 咋吹 嗯 他就你忍着咬着牙 那个哭 我觉得我们吃不了 你别说咋 一直咋吹了 咋一吹我们 估计我们都受不了 嗯 难受是吧 不好意思是吧 我一踩这个就断了 嗯 我 走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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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徐老师 我们这儿 喜欢他 哎呀我喜欢 他什么感觉 村里走一圈 哎 都是小时候的回忆 也挺难过的 怎么叫难过呢 那么久没回来了 看到这儿 看到这村里的老人 这房子 街道变化都很大 像这麦子 以前我们采集墓地也就打一个两百多公斤 都算是很好的 现在五六百公斤 这张是什么时候啊 这应该是九几年 这时候我嘴巴还没烂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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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宰羊你知道吗 我爸宰羊的时候 他在那看 我在那 马羊腿 一张跳上去 哇 没打麻药就分针 疼 哭死了 没哭吗 哭死了吧 我两个结婚 嗯 在这跳迷了 这张是几岁啊 那时候 体校刚毕业吧 当时是不愿意去的 因为就心意的时候 怕花钱嘛 嗯 家里条件不好 回想我妈真的特别有眼光 远见 嗯 很佩服她 又能做老太太 一个餐级人 回上过学 一二年级学 家里靠 养点牛 养点猪 养点鸡 养点鸡 买点鸡蛋 先咋起咋吧 这样子生活一下 嗯 不让你出去 能把我姐姐供出来 妈为什么 让你坚持去 她就不想让我种地 嗯 她就不想要在这里 你就想种地 她就不想让你种地 对 她就觉得 没有出路 她看不到现在这个样子生活 嗯 嗯 她就觉得 嗯 男孩 不用出气 嗯 但所以妈妈说让你 一张这样 让你离开农村 离开农田 你都不理解是不是 她不理解 嗯 她为啥 我想 我就想为我妈都干点活 嗯 嗯 你昨天六十都有垃圾了 我们家就没有 我们家是牛车 特别闷 嗯 然后我想在初中 毕业贷款 然后我们让一些大的团子干活 嗯 对啊 嗯 男孩有的就是力气 别人没有的就干呗 嗯 听到风声 听到水声音 想到了我就种 浇水的时候 有时候浇水 你把水放进去 让它自己慢慢浇 嗯 你就在这等 等它这边浇好 你再换一个 换一个水 嗯 就行了 做了修行 晒的阳光 听着声音 那时候对 远方的世界有渴望吗 又想把我 我地住好 嗯 嗯 嗯 那想想什么时候开始对 远方的世界产生 兴趣的 上学校毕业的时候 我杨教练带我 认识保力高 嗯 练三打的时候 从他的身上让我看到了 男儿当自强 嗯 然后 要打出一片天的感觉 但那片天 绝对不 不会小男儿去 不知道 嗯 等一会儿再来 嗯 等一会儿再来 嗯 你先过吧 先过 先过 我昨天回来的 昨天回来 嗯 对 小马他们都在前面了 我等一会儿过去 我们在这儿聊完 我到时候再跟你打招呼 啊 行了 真的 然后那人就更决心 铁哥又打UFC之后又知道 更要努力 然后我和我太太又结婚 哎 目标越来越明确 嗯 前UFC的时候 听声音多好听 他把这对节奏 嗯 这一大真实那样 挺好 嗯 这个我太太牛了 我就今天看到这个 哪个 您念点啊 你好好切瓜 你好好切瓜 看你臊不臊的话 您念点啊 年轻时 年轻时代是培养习惯 希望及信仰的一段时光 即使在最丑的孩子身上 也有新鲜的东西 无穷的希望 真正的世界是广阔的 有一个充满希望和恐惧感 恐惧感动和兴奋的天地 正在等着有勇气进去冒着危险 去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们 人生最美好的 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时 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 为人们服务 这不是你 这不如写的 下面有你的名字啊 来 你看我的名字和他这个 上面写的字 吻合不吻合 那怎么回事呢 我让别人写的啊 别人呢 别人一写作文 然后你给人签上名 等你给我写作文 我来签名 对啊 那还挺准的 挺像你现在说 像你现在说的话了 没讲说 小时候我连书包都不玩家的 别 妈妈我写作文 写案了 老师没留罪 然后就干活 放女后开始干活 就这样子 不 这我们家哪儿提醒 一二三 第三个干子 可能就是第三堆树 从那树 树的话 嗯 第三棵树 我们家那儿可能有一块地 去那儿搅个水 要不然就 七个自行车 到二把 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次看那个地 到那儿 要不然去那边干活 好 就这样子 你刚才看到的这段话 要看看有什么感觉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让你说 我选择体育到这儿还是这样子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会选择还是回来中地 真的吗 真的 为什么 你要说为什么 那你就不会看到那么大的世界了 我会为了我爸妈 嗯 你要说 理想的话 那我还是想中地 你要是理性的话 我还是喜欢 人家去选择体育 嗯 所以 哲学体育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而不是真的内心的那种 冲动 不是 为什么 拳台上或者八角龙椅的魅力抵不上这个种田呢 我不知道 你要我说不出来 嗯 嗯 我就喜欢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父母就把我带地 就像你看那群人干活嘛 嗯 我就在这玩 嗯 你如果选择留在中地以后变成什么样 你现在想象一下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就像现在看到地主是我的 地主梦里面是 然后呢 干活 至少我我心目中做的 但是在那里面 是一个高度要对抗的呀 这里不需要 嗯 那这里也需要你干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嗯 对吧 这儿给冲耕了 对吧 那你也得赶快干 这冲耕不得得 得耕一段时间 那也十五分钟解决问题了 哎 五分钟解决问题了 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真心夺秒的 嗯 嗯 浇水的时候呀 你慢一点了 你就浇的少了 嗯 对吧 对它 这马上就要下雨了 你再磨叽 雨下过来你就受不上粮食了 嗯 那我们感觉你迟到会回到这个生活里来 到五十岁可能就回来了 嗯 嗯 我觉得会吧 嗯 那你自己喜欢紧迫的人生还是更放松美悠闲的 那那你要说悠闲的肯定是这样子更悠闲 嗯 我觉得 嗯 我觉得比赛比较紧迫一点吧 嗯 是啊 我觉得你喜欢那种紧迫感 嗯 你还没说话真挺喜欢 会想念紧迫感吧 想念有时候 嗯 你看你首场职业 你先回忆一下 啊 啊 你看我那种 零七年 我第一次去看 你看 愣头小子 零七年 哦 开场以后俄罗斯选手就以重拳重腿 有点打懵的力尽量 但是这时候力量的拳法看上去非常稚嫩啊 给对手没有什么威胁 这时候力量的拳法看上去非常稚嫩啊 给对手没有什么威胁 十块 这时候力量的战力水平非常差感觉 看我一看 一 二 二 二 三 他打我十分钟 嗯 我真的 嗯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中场休息的时候 看我有点懵 两巴掌说给我 哈哈哈哈 但是没进没进头 上来就不一样了 你应该这是要做木村吗 被对手逃脱 但是马上又拿到了骑升位 让你打我 让你打我 应该是高位骑程 接到了胸口上 像不像武松打货 哈哈 拍地的人 再打呀 不打了啊 没了 对手拍地 拍地了啊 拉下了他的首场比赛 哇 手手获胜 做累了 对 啥感觉啊 看完了 兴奋了 赶快回去训练 睡觉 赶快回去训练 比赛 你看他立刻比農田对你来时候兴奋了吧 都兴奋了 都兴奋了 你也不太喜欢往回看是吧 早上往前看 回看 也要看 嗯 你刚才看过回看一下感觉 对 你的比赛 我更喜欢回看我在和我父母种地的日子 小时候 一二回到小时候 刚才那个照片你看到的时候 对 喜欢那个日子 那没什么那段经历这么强也对你来说 嗯 我不知道 嗯 对 像现在这些阳光你戴个草帽 你除这个草特殊 嗯 现在的天气 特殊 你静静的 你听一下这水深多水 这是你的一切 嗯 这是我们的一切 所以我在赛场上也会这么想 这是我的一切 那个八角台是你的一切 是我的一切 嗯 我不可能有拉走的 嗯 我看你们的时候照片很时髦啊 你们穿那个打扮 那今天看时髦 因为那个时候 着装也是一种反叛的一种方式嘛 嗯 那个时候社会挺反感的 从各个单位的 门卫那儿就你看就出来 他们看你的眼神 有时候过来过来登记一下 哈哈哈哈 本能是没事的 哈哈哈 他用他的方式来 对 表示对你的看法 就用他的权力行使一下 嗯 他越这样弄吧 这帮年轻人越越反叛 嗯 穿牛仔裤 牛长头发的人 肯定是坏人 那你说我是坏人 那我就 那我就当个坏人 是这么一个一个 就是跟你不一样 嗯 你帮我回家 那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回家 家里边人看我的眼光 都觉得我是个另类 脏兮兮的 那的 街上那种 街上那种 你看着不顺眼的那种人 所以我去找他也是这样 他爹去看 这个人又来了 哈哈哈哈 反正没什么好事 反正就是 他们家还好 我经常去他们家吃饭吃 我我我母亲也特别记得他 嗯 他有两个哥 我记得就大一嘛 夏天 大毛就约我们说 哎去丽江 临走的时候 他说你们肯定钱不够吧 我这拿20块给你们 这个细节我都忘了 那个时候是 他那时候 在生活中 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呢 我看你那时候有样照片 他是跳舞跳乱一把头 喝多了是吧 喝多了 我刚疯狂起来的时候 挡不住的 哈哈哈哈 一开始他不是最疯狂 嗯 他是慢热性是吧 但是一热了以后 这个水就 就降不了瘟了 没办法 年轻嘛 荷尔蒙 没地方释放 对 我们几个在昆明呢 被定性为是洪水猛兽的 那种 不怕 就如果说话 就不对路 我们会马上表示出来 立刻变脸是吧 对 马上走人 对 个性 所以到哪去参加别人的什么 聚会 人家都不欢迎的 一喝酒就喝高 喝高了就乱来 是吧 还要跳迪士科 砸杯子啊 什么的 尤其是我 别人就很讨厌 这种人 但是呢又知道这些人呢 好像他们又读书 懂得比他们多 所以就会出现大毛话令的话 一小群人 高高的自己打街上走 就是喝着劣质酒 想像英雄似的艺术家的生活 年轻嘛 荷尔蒙满满的 是吧 没地方发现 走在马路中心 不让车 其实也挺好 我觉得青春就应该这样 对 像有一年我们去 纽约也是 96年的时候 对 看到很多人很害怕 我们 把人吓得 骚扰别人对吧 警察没找我们都算好的了 以前没喝酒的时候 你跟我对面都很紧张的 身上都出来的50美金 20美金最少 大毛都记得 他也是我 慢慢我也回忆起来 还表达好生动啊 我只是如实感觉 突然一下 时空有点迷乱 好像在谈昨天的事 有点魔幻感觉 在那几年在昆明 其实过得 其实挺够呛的 真的 你说大家一起做个展览 钱都没有 我们开始去打工嘛 年尺寸 林我 比加索的戈尔里卡 6米还是7米 嗯 然后小干子做什么 浮雕 他做浮雕 结果我们干一个也干下来 嗯 我吃饭 那个月我拿到80块钱 我当时不少钱呢 喝几台烂酒是够了 就是要做个展览是远远不够的就是说啊 后来觉得没办法 大家都只有借钱去说的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就是借钱挣钱 过的什么生活 但是他又很重要 你觉得这个 又有那个东西 尽管借钱 又有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 我们不会说80年才精彩 但是回想起来觉得他确实还是很 嗯 现在人说的把人都浪漫化了 想着浪漫化 本身那个时候就很痛 你穿越回去你的情绪也是一样的 不会变 而且很执着 很执着 我那天回家 昨天纽约拍卖 我的话拍了好可能要拍到一百万 啊一百万什么 人民币 我说美京 嗯 全家人都不说话了 觉得我在吹牛 哈哈哈 过了两天 嗯 我爸就给我打个电话说 哎你那天说这个事好像是真的 他三个消息今天登了 哈哈哈 你大部分小时候会讲你 他在联大上学的事吗 从来不说 有一次我问他说 哎你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嗯 他说最大的遗憾是西南联大没读完 嗯 早年的学霸嘛 还是有这种情节 他后来解放以后 他向主上要求我说继续读 没同意 嗯 这是最好的时候 你要去工作 嗯 我以前很反感啊 他老是我不好 我们的关系都特别紧张 嗯 加上我母亲有病嘛 嗯 他也没精力来管我们 嗯 我记得我当时我要调回重庆 他啊 哎呦 早知道你想进学校嘛 嗯 要不我给你找一找这个 云南艺术学院的领导 这样的话离家也近一点 嗯 我说你现在说这个晚了 我当时第一的时候 希望你能帮我找个关系 嗯 掉进去 你没帮我 然后现在说就太晚了 嗯 我爹对我最大的转变的一个事情 是我95年了 那时候 我回家住嘛 然后我说哎呀 我想到外面去找个地方 赶两张画 我爸说 你就在家画画不行吗 我说那很脏很乱的 没关系啊 第二天他一个人 他把房间里面的床拆了 所有的就很空 我都不好意思走了 我就 我一般在那 这个其实很憋气嘛 这个房间很小 也就十来个平米 待会儿一会儿我很感动 我就真的在那画了 他家波恩美术馆的那个展览 那三张画 带着新的父爱画出来了 哈哈 他们想来看我都把门关上 不让他们看 我一出来吃饭 我就看见我妈 一个箭步 就冲到我房间里面去 看一看 对 他看着 突然他跟我爸就讲 他在画一个三个人的家庭 哦 这是他们对这个画的理解哈 哎 很普速啊 他人家庭 我笑死了 他们后来意识到你取得了这些成功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偷偷地在关注 但是不知道从哪关注 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估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嗯 一直到后来市场起来了 还可以 很直接看到那个 对对 后来他快去世的前两年了 嗯 每天我回家 坐在那陪他 他突然就问我 报纸上说的你的那个 画的事情是真的吗 我说什么事啊 嗯 他就把那个有一个报纸给我看 我说是是真的 我说但是跟我没关系 嗯 他说那都划不来啊 嗯 是吧 我说没办法 我跟你说不清楚这个 好可爱 他永远是这样 不动声色的 嗯 坐在那儿 也没表情 突然说一句话来 让你心里边要吃一惊 而且他是经过考证的 嗯 所以我在那边说 我都很小心不能乱吹牛的 就审犯人似的 嗯 他老觉得我们年轻人就是杀吹牛 嗯 其实你让那些你的学生写的作文 帮他们出这个东西 情感和那种感受的疹子出一次 对 其实有时候 你让孩子彻底的释放一次 他就会彻底的长大一次 嗯 我真的觉得写作对孩子的成长 特别重要 嗯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契机 去回忆去分析自己的成长要素 你可能觉得理所当然 是 但是你真的仔细去想的话 还是蛮难的 嗯 能旁观自己的生活是很难的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教育 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拼命地去鼓吹一种假装的东西 但是他就不教小 还观察身边的东西 这很要命 尤其今天大学里面的那些学生 你就觉得他们的生命被掏空了 就像一个空心人来到了你的身边 带着塑料的气味和电子产品的气味 我真的就这种感觉 而且从小引导他的就是单一块的嘛 嗯 那个对人伤害特别大 这些房子都是以前都没变过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的教学楼 我上初中的教学楼 他高峰期的时候有二十一个班 超过一千个人的 对对对 等于镇上最大的中学 对对对 对镇上最大的中学了 嗯对 对 哇很亲切吧 挺亲切的 嗯 一直干嘛 好 要拍你们啊 拍我们啊 拍我们 为什么要拍我们 玩一下咯 上课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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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比你们小时候乖还是不乖 他们看着 难说 他们还是很天真啊 味道还是跟我们那个时候差不多啊 青春挡不住啊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中学生 我就觉得我们那个职业院下的孩子啊 嗯 很多就是从这里出世的 是 是 特别明显 给人感觉 对 这天到这儿是吧 其实我觉得 一个最需要解决的 那种情感 嗯 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间 一个小孩子那种很敏感 很脆弱的情绪 他是特别需要呵护的 嗯 但是农村的孩子 长大的过程中间 那个心理这一块 就情感和精神的需求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忽视的 嗯 这个我觉得特别明显 比如说我印象中 就是有一些孩子谈恋爱嘛 高中的时候 那学校的 整个学校的管理都是 就是一刀切 我就印象很深刻 有班上有个同学的妈妈 就直接就到教室里面来 拿个东西 就把他的锁撬开了 就很粗暴 其实父母不是不爱我们 他们就是因为孩子多 事情多 家务多 嗯 然后要面对的麻烦是又多 他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能力 来照顾你的情绪 对 但是这种 从90年代开始 就是打工的外出多了嘛 嗯 尤其在大学里面教书了以后 看到他们作文以后 我就觉得 有些甚至还比不上我们那个时候 嗯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 虽然说父母不会说管的特别多啊 但事实上 你还是有安全感的 首先你生存没有太多问题嘛 爸爸妈妈又在身边嘛 或者爷爷来了嘛 嗯 你不会觉得要跟他们 就长久的分开嘛 其实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对 现在很多小孩都觉得是孤立 自己的完全孤立的成长起来 对 嗯 那我有个小孩的作文 我就记得很深 嗯 他说我就是一个人长大的 嗯 他就这样写的 他说我就是一个人长大的 是 我记得上次在深圳 我看那些学生 讲自己一个人骑摩托车很快 真是 对 他有点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 对待自己的生命 对 对对对对 他们就是在最敏感 最错误的时候 父母都不在身边 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嘛 嗯 就是我们当然看着提心吊胆 但是他就这样处理 而且他觉得理所当然了 嗯 而且也没有父母去管制这些事情啊 是 嗯 嗯 嗯 我一直很期待上学 就是 我知道这个是我缺失的地方 然后 98年失败了以后 忽然间意识到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所以奥运会失败了 然后我当时申请了一个大学 嗯 没有被收下 没有被收下 原因 当然这个 首先冬季项目是一个冷门项目 一般大学里边也不会开这个运动 然后02年拿完金牌了 我觉得我可以申请好学校 我清华就是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喜欢清华呢 就小的时候 他是最高学府吗 你会觉得 你 我们北大 不爱清这个 不不不不 其实我当年被拒的是北大 哈哈 赶紧道歉 没有没有 那时候会自己会觉得 怀疑这种过分的金牌崇拜吗 好像得了金牌 其他得了其他都不都不算一样 呃 作为运动员本身会觉得这个不舒服吗 其实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 嗯 因为当运动员就是冠军 那个是无可厚非 那就是你的职责 嗯 但是呃 生活是不一样的 其实呃 我自己也很庆幸 就我其实28岁拿完奥运冠军 我觉得比我可能比我98年拿要好一点 嗯 更成熟 然后在面对那个荣誉的时候 会能够撼得住 嗯 嗯 然后因为那些年 你讲02年 或者98年 就那前后 是很多东西快速发展的时候 对 巨变中国社会巨变的时候 对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开始有 开始有娱乐圈了 就体育和娱乐开始开始 通通通了啊 然后呢 呃 也有赞助商了 我们开始有市场化运作了 我记得早上六点 就有记者到我的门口来敲门了 然后也不会说no 对谁不会拒绝的 嗯 我都曾经晕倒过 就累 就连续接受各种各种采访 采访 还有人跟我说要去勾 跟什么什么歌兴趣 可以出去出一出唱片 我说嗯 我不会唱歌 怎么什么要让我做做这个 然后那心里开始有些抵触 嗯 嗯 然后自己意识到 我必须很多事情要想明白 嗯 忽然间我记得有一天 我是去参加一个节目 呃 当然它是一个颁奖 就很多人都在 我不去不去都行 呃 可能我还不是去不去都行 我自己 因为忽然间那个走到一半 我会想哎呀 我回了好像一个月都没见到家人 和朋友 然后他们正好在聚会 发信息给我 我掉了车头 我就去聚会了 啊 就那个年龄 我觉得好像开始 开始有意识这些 就是你开始关注 就到底体育和自己的人生 是什么关系 嗯 包括你收到你的朋友给你写的信说 欢迎来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你什么时候开始体验到这个真实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或者 哎呀 啊 每天都在体验 嗯 最最强烈的是 有一天我去交交电费 我买了房子 去个银行嘛 嗯 然后去人说你的卡呢 我说还得还有卡呀 回去回去去我们物业要卡 然后卡你的密码呢 又回交密码 我跑了四趟 用了一天的时间 嗯 我能感受到我到柜台的时候 那个人看着我的那种 你傻呀的感觉 哈哈 你是外星人 就来了 就交电费 就来了吗 然后 后来陆陆续续遇到很多这样的事 嗯 其实 当时也没觉得 但你退下来的话 你比较平常人的生活 当运动员 那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 嗯 你会发现当运动员的时候 那份专注 嗯 嗯 并不是你主动的专注啊 就是他环境给你设计的 就是那份专注 然后我那时候比较习惯写日记 后来翻看当年自己的日记 每天都是给自己打气的 哈哈 然后 哇我说我那个状态 天天是煮鸡汤是吧 哈哈 你天天真的是 然后你会 因为 不能说每周都有一次挑战 差不多吧 然后再加上他整个的环境设计 你像我们吃住行 嗯 都是被安排好的 都已经被你安排 都是给你做好的 他有的时候会有很多限制 但是 但是 其实很很享受那个 那个限制有的时候 嗯 所以那时候你也 意识到这个高潮到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阶段 人生这个阶段要结束了 对 拿完冠军以后 我回去了老家嘛 然后 带着酒 啊 去分头坐一会儿 啊 其实很多事都大了以后才明白啊 我记得我拿第一个全球冠军的时候 他还在嘛 我15岁 然后 那块金牌他就一直摘在兜里头 嗯 然后见到谁都说 这我姑娘得的金牌 然后你知道小的时候 会有一种什么 你选啥呀嘛 会说爸 你能不能别这样了 你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是是 但是他 把你扑示到 你把你一直推到这个地方 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一颗 我给你看 我手机里面 好啊 你看这带着我们两个的 哇 他记得什么呀 是领带呀 当然是领带 我记得我爸那时候天天都是领带 好像在我印象里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打领带 我觉得我爸他是一个理想主义 带着浪漫主义那样的一个人 很有才华 但是 在他年轻的时候经历的那些运动 所以至于他没有特别 整个教育 没有特别完整 我记得当时我爸就经常会跟我讲 就是你要到更大的地方去看世界 所以我在清华上了一年以后 又去了美国上学 那时候是04年 马上就到06年都领冬奥会了嘛 然后忽然就发现我们年轻队员 在我们优势项目500米上 都进不了决赛了 我就有那种 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就回来了 然后06年聚会交运会打完了 我就是一种陶一样的离开的感觉 但是我回过头来 还是人生经历 蛮好的经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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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